大家好 升旗易得盜 今天是2024年8月11日 今天是星期日 繼續到星期日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同時來到農曆年 是七月初八 今年是夾晨年龍年 時間過得已經很快到了8月 農曆 Мих來就到了七月 2024年 我們早就說是大變的一年來的 今年在政治上 在國際上 似乎每一樣東西都認為是巨變的 慘就慘在中國大陸如果認為是巨變的 其實只會變得更差 因為 基本上中國已經跟全世界翻了台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揭露這個叫林健鋒 為了地產界 是痛哭 是哭成淚人的 最juicy的地方 就是 整個香港 市民和網民是沒有人收貨的 甚至乎是恥少 因為這個真的是徹底是匯力鏢 我們要繼續說 是地產代理的 還有是中小企和商家 基本上現在 是陷入一片洪荒 當初 你 被人叫 我借不到錢 大家都會說 是不是個別例子來的 是你有問題 是你的房子有問題 或者是你的工作不夠穩定 銀行不借錢給你 藍絲真的很喜歡 找各種藉口 逃避的現實 到今天 情況也是一樣 他們仍然喜歡找各式各樣的藉口 不願意面對 我告訴大家 最恐怖的是甚麼呢 就是擁有真實香港數據的人 包括 大量的商家 大量的地產代理 他們是清楚知道 就是所謂 現在 設立之後 到底 香港的樓市 是有多麼艱難的 而這件事 還不是最恐怖 最恐怖的是 香港政府出來說甚麼 如果香港政府 出來跟你說 好像林健鋒一樣 我們要共渡時間 要平平安安 坦白說 雖然 對於各經濟的挽救未必立即有幫助 但是最低限度 能夠起到穩定人生的作用 大量的藍絲 大量的建制派 大量的商家 還覺得政府所謂的體察民情 還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雖然 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不代表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最低限度 他們沒有那麼快是心慌的 但是最恐怖的是 香港政府的高官 根本不是出來說我剛才所說的話 而是出來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的前途 很光明 一片大好 香港的經濟好到不能再好 如果你是香港的商家 你背著全身都是債務 香港生意沒得做 資產價格暴跌 租金收入大跌 你 害不害怕 到底你聽到 他說要大家共渡時間 你覺得安心一點 還是他跟你說 現在經濟很好 香港好到不能再好 你覺得聽到哪個版本 你會安心一點 他們現在 痛哭其實真的跟一個 龍場裏面的動物是差不多的 你聽著那個龍場 當權的人跟你說 放心吧 我們不會屠殺你的 但是你一方面看到他手氣倒落 這個時候 才是最害怕 最要痛哭和流淚的時候來的 他一方面跟你說沒事的 另一方面 從來都沒有停過手 當然現在說的是經濟問題 基本上現在 香港各行各業 全部都不用做 地產代理 曾經風花雪月了一段時間 尤其是 政府撤回辣椒 這班無恥的地產代理 是出來 大放缺詞的 包括 中原地產還有美聯 還有美聯 出來 就跟你說 為我賺大錢 地產代理的業界 地產代理的業界 很風騷 出來跟你說 我現在 月入十萬的經紀 又跟你說 有花紅 又有商糧 甚至乎 是 美聯跟你說 我現在要發營起 好了 說得那麼好聽 是不是事實呢 我稍後再分析 好了 說得那麼好 但是現在 竟然整班人聯合一齊出來開記招 如果你已經是 深方方的市民 或者你已經是 沒甚麼生意 深方方的代理 到底你還信不信 現在公司是營起嗎 他們要出來開 聯合記招 跟你說 現在要同舟共濟 所以不是開玩笑 很多人還是覺得 情況不好 市況不好 是個別事件來的 但是當他們聯合出來開記招的時候 你就終於 沒有得逃避 終於知道 現在不是我開不了單 是通行也開不了單 所以他們要開記招 我早就說不要亂開記招 從2019年說到現在 引用當時的警察 說的一句說話 叫做記你老母嗎 記招不要亂開 一開就出事了 記住了 剛才那句不是我說的 香港警察說的 好了 那麼到底地產代理是不是賺到笑呢 答案當然其實是否定 因為如果你以為造成了一宗生意 到最後其實是成交不到 你覺得 如果你是小業主當然會動你 如果你面對的是大地產商 是大商家 你覺得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收到用呢 你看一下中原 深圳的情況 幫地產發展商代理員留盤 哇 賣光了 大家還記得 中原也被人拖欠勇金 大量的經紀 是有漢出沒有漢出的 跑完數了 簽了單 然後勇金全部不結帳 這種情況 現在肯定 是在香港同樣發生的 你看一下 很多 大商家 大炒家 現在通通都說 要沒訂的 正如 在昨天的節目聯合廣播 袁爸爸跟大家說 袁爸爸真的做過生意了 所以他知道了 一般人借錢 跟你做生意人借錢是不相同的 其實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做生意人借錢 你的物業 是拿去不是做按揭的 而是等於做銀行貸款 是拿來support你的生意 所以 很多生意人的 物業的帳面上面 是沒有按揭的 你千萬不要以為 他 那層樓等於是 full pay 其實他也是借錢賣樓的 不過你不會看到 是按揭的 所以 等於他們也是買了很多 那些物業不是他們 的純資產來的 因為有很多人不認識 所以他們經常以為 那些有錢人 全部都沒有按揭的 那些物業 他們不是很有錢嗎 他們經常說 他們的物業 就算你做查冊 找不到按揭 不代表他們沒有借錢 而且他借的錢可能多於你 因為人家叫做商家 人家有盤生意support 人家有流水帳的 下盤帳怎麼做回來呀 你問一下BIG4就知道了 BIG4怎麼做帳 你看恆大生意就知道了 你說大不大鑊 當然大鑊啦 你以為他那些物業全部 full pay 如果全部 full pay 怎麼會有那麼多物業呢 就是因為那些錢是借回來的嘛 水漲船高 做大盤生意 做好條數 再找BIG4簽核數報告 就可以大量地借錢回來買物業 買了物業 因為你有物業在手 又可以 跟銀行再借錢 所以其實他們槓桿化了 十倍也不止 實際上他們的真正的資產淨值是相當之小 但是如果樓市或者舖市正在上升 當然 你發漲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現在 市況徹底逆轉 甚至乎是救不回的時候 其實他們 收縮是沒有辦法頂的 只要銀行一封閉 他們 就會無所遁形 生意不用做 而且你的資金鏈由於收縮 你沒有辦法靠另一個物業去補充 因為那個物業名義上好像沒有做按揭 實際上 其實等於 也是在 銀行 借錢給你整個portfolio 而且那些物業是不能賣的 第一 已經跌了很多 你一賣 就是直接把那個損失 寫在 帳上 第二 你一賣東西 全世界都知道你不行了 所以現在的有錢人 不敢賣東西 除非 是山窮水俊 一賣就全都知道你現在不行了 要抹頂 這個 又是接近商界的常識 現在 本來 本來沒有那麼恐慌 但是現在你開記招之後 就是整個界別都知道 不是個別事件來的 而是整個界別 整個商界 是面對 完全不能夠再借錢 而這個情況 只會繼續惡化下去 因為香港 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氣息 如果 政府真的知道壞了 也會更好一點 但是政府有一天跟你說什麼 現在 很好的環境 香港的優勢很明顯 這樣才會害怕 好了 我們這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了 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啦 都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這節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穩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又是那一間的酒店負責in 買妳的酒店財物 五個月後 是兩毛